大家好,我们给兰花追肥,其实一般都是以这个叶肥为主 但是在给它追尸叶肥的时候呢,很多花也会反映了 追尸叶肥的效果不好 其实呢,是因为你这几点没有做好而造成的 那么给兰花追尸叶肥,我们只要做好了这四点 不仅效果加倍,蜘蛛还能够长得更旺 那么是每四点要做好呢 那么我们就以这个兰科专用的有进养叶为例 首先呢,我们稀释的倍数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倍数呢,一定不能够过高 过高的话呢,很容易伤根 我们呢,按照正常比例,稀释500到1000倍左右来使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搅拌均匀,给它灌根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在给它追尸这个叶肥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选择在傍晚的时候给它追尸叶肥 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叶肥的话呢 一般都是属于一些塑效性的肥料 它在有光合作用的时候呢,才能够被植株所吸收 如果没有光合作用,植株根本就吸收不了 所以,这是很多花油为什么用肥的时候没有效果的原因呢 所以呢,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清晨的时候给它施肥 在这个时间呢,是最为合适的 第三点要注意就是盆土如果过于干燥 我们不能够给它大水浇灌 因为盆土里面呢,水含量太高再来施肥的话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我们在盆土特别干燥的时候可以先用喷壶给它在盆土表面适当的喷润一点 然后呢,我们再来追尸叶肥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点就是在前一天如果我们追尸的叶肥 第二天一定要给它追尸一次回水 就是用清水浇灌冲走多余的这个肥料 所以给南花追尸叶肥的时候呢 我们做好这四点 不仅肥效能够得到保证 而且呢,又可以促进植株的生长 又不容易产生肥害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也见 我们下期也许多余的叶肥效能够的叶肥效能够